要去跟父母表达 你不表达 对 你觉得你永远没有找到 对 因为人跟人之间 不管是跟家人还是跟朋友 出了任何的问题 永远不要退缩 永远不要藏在心里 因为问题就是比人解决了 如果这东西你不去解决 所有的事情都会攒到一起 你就越来越解不开 就像他说的 如果你不跟自己的父母沟通 你不让他们知道你真正的想法 他们还是会一直跟你说 但你要尊重他们的原则 你要去考虑他们的感受 就像我们之间朋友 我们在一起工作 我们也会有争吵 但我们的争吵 争吵永远不会是谁去骂谁 而是把这个问题拿出来 对 我们会说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会造作这个东西 怎么解决 我要好日 我跟你吵架 我让心里舒服 我要是今天我拿出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让未来变得越来越好 你要这样你懂吗 就是 那怎么说话这么快 但是逻辑又特别清楚 这River都有一点 因为我是荒死教 就是荒死教 所以你的嘴和你的脑子是一样 我还有个时候嘴比脑狠 你一样的 你再一样的 你再一样一种 我先到你 对对对 我今天后期跟我说的 放慢言速 说放慢言速 我也没下来放 哈哈哈 这不是一个时候的重视 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把问题当成矛盾 矛盾再激化成另外一场矛盾 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出来 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 我告诉你 一定要懂得拒绝别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不拒绝别人太可怕 不是每个人 你都是要接受的 你懂吗 一点意义都没 你为什么 就是打个比方 如果这东西对你来说 一点就不合理 直接拒绝啊 你为什么要顾及别人的情面 他为什么 就是打个比方 有人今天问我借钱 他说 哎 我想问你借 几万块钱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可能最近又要钱 你不要钱你赚了呀 你问我借什么呀 我的钱不是赚来的呀 对不对 他自己 这个 哎 这个不是天然掉的 对呀 而且这跟钱也没什么关系 还有别的 就还有什么 就自己帮忙 或者怎么样 就是有的人 突然间 看你有一个 这个叫你借个车 哎 借车 就我看一下 对吧 我想体验一下怎么样 然后可能 就到时候他就养着那种习惯 对 各种借了 对 各种借 你没表现 我会受我为什么借你 我不想借我就不借 我不想回就不回 就是这么简单 不用那么狼狈 嗯 这是不用圈里面的歌词 要学会拒绝 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做减法的 很多不好东西是减掉 拒绝就是减法 你只有把这些不好东西减掉 跟学会拒绝之后 你的人生才会越来越好 工作压力太大怎么办 没有任何关系 你看我直播 你就开心了 你就没有压力了 OK 被老师针对怎么办 你去问一下老师 你为什么要针对我 是我为什么学习不好了 还有我不写作业了 还有我怎么着 还有我长相 受到你的不尊重了 你去问这老师 你跟你老师好好谈一下 你要他尊重一下你 老师怎么能针对学生 这一点我不能明白 你凭什么针对学生 人学生怎么了 其实当年我也被针对 我们都被针对 被针对过很正常 我们永远是坐在 哪里头旁边的那个 我是坐在讲台左右 不把位置 但是我被老师针对的原因 是因为我老师让他没面子 就是 你不是那种会顶嘴的那种 对对对 他经常一说什么 我就会用另外一种论证方式 去说他的 告诉老师 这个方式可能更简单一点 那老师可能实际上多教你一些话 他有他的罪 我有我的 我有我的尝试跟老师 我就叫个洗手间 死路 等我一下死路 向你们见你 等我一次吗 你继续讲吧 小悟 我 哈哈哈哈 你不是什么 反正我是个华人 是中国人 我觉得被老师针对这个事情 你有时候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话 也是一件好事 你知道吗 他针对你说明他很动视你 关心 对很关心 你想想全班 再小的班也应该有三十个人吧 三十个人干嘛是针对你呢 一个老师他又 如果一个老师真的看你不顺眼针对你的话 如果一个老师真的看你不顺眼针对你的话 说实话 你也不用往心里去 要不然你就这样子就完全中他的技了 他就是看你不顺眼针对你 那你能怎么样 你现在是个学生 你要真有能耐的话 有一天你去当他的同事 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更努力的学习 对你更努力的学习 你更努力的学习 你更努力的学习 然后哪一天你当他的同事 当他的上一级 这个很正常 真的不要太把这东西放在眼 这陆老师就好了 以前没有任何老师吵得起我 以前没有老师吵得起我 但是今天呢 今天老师都老了所以也没办法 不 我其实很感谢你老师真的 我跟你说 我另外要感谢任何抨击我们 任何吵不起我们的人 因为因为有 你还点题了 因为有他们 我们才会让自己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想变得强大 所以不管碰到任何的所爱 只要影响到这些东西 我就会急剧往前 为什么就是干 永远就是就是干 你谁 吵不起我我怎么着 我带着这种 慈悲 这不是慈悲 带着这种 什么东西呢 超越 慈悲与超越 不是他 怎么说的就是他也